哈囉 今天過了一整天你們好嗎 有好好的跟自己相處更愛自己一點嗎 我前陣子因為超商跟一個知名的冰淇淋 做了一個限定款的冰棒 我超想吃的 然後為了這件事 跑了很多家便利商店 是兩位數起跳的那種十幾家 我都沒有買到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怎麼會這樣子 我只是想要滿足自己的口腹之魚 為什麼這麼難 然後有一天我自己一個人運動完的時候 我肚子太餓了 我就走進一家很平價的火鍋店吃到飽店 然後那一家說實在真的蠻難吃的 就是你一吃就知道 啊他那個食材都是冷凍過很久的 有一點點冰箱味的那種食材 但是我就覺得就很餓啊 就繼續吃 吃到一半的時候突然來了一個男生 他穿著西裝打領帶 但你看得出來 他的襯衫已經經歷過一整天的辛苦 濕了又乾乾了又濕 已經有點皺皺的 他看起來整個人狀態也好累喔 一個人走進來衝衝的點了一個他想要口味的火鍋 就開始吃 但我覺得這個人太有趣了 他在吃的時候他眼裡只有他的食物 他不用手機 然後他做的非常挺 每一口都吃的很滋味 我就覺得怎麼可能 明明對我來說他是一個不怎麼好吃的火鍋 但他可以吃的這麼滋味 我就覺得太有趣了 我就一直研究他 到最後他把火鍋吃完了一滴不勝 每一口湯都沒有 他站起來去搖了冰淇淋 那個冰淇淋也是沒有什麼味道的冰淇淋 就是冰加一點點香精的那種平價的冰 但他一樣用著他做的直挺挺的樣子 然後他的第一口冰到他的嘴巴裡 他笑了他好滿足 然後他就一口接一口 我研究他總共站起來了三次 每一碗的冰都是沉得滿滿 每一口都吃完了 那個當下我心裡好滿足喔 因為我覺得內心的富裕是 心...嗯...怎麼說 富裕是來自於自己 不是來自於什麼品牌 因為我覺得他把很平價的東西 當成很鮮妙的東西 在享受它 那個當下我完全就放掉 我為什麼買不到那個聯名的冰 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那一點都不重要 你只要享受當下你所擁有的 而且你最珍惜它 其實這件事就夠了 我覺得我有迷失過 以前拍戲很累 然後為自己訂定的目標很幼稚 我決定我每殺青一部戲 我就要為自己買一個奢侈品 不是想要 是覺得我值得 但是那個奢侈品 在那個當下對我來說 好像只是一個情緒的宣線 然後就算你在殺青的那個月 你沒有看到一個自己真正喜歡的奢侈品 但我覺得因為我很辛苦 所以我應該要靠上自己 到了某一次 我發現我好沒有靈魂喔 我覺得那些奢侈品也在哭 因為它只是我一個宣洩情緒的出口 我並沒有愛它 那為什麼我要擁有它 把它帶回家呢 對 我就開始改變自己的想法 跟生活狀態 到現在 我覺得我身上所有擁有的每個東西 對我來說都是有靈魂的 他們都會陪伴我很久 再也不會衝動消費 我覺得運動對我來說的 感受很正面 有時候我們在追尋自己是誰 或者是追尋自己定定的夢想的時候 努力不一定成功 但是運動 只要你有運動 你就會看到自己的改變 這個是在我每次很迷惘的時候 很低潮的時候 我都會想要去做的一件事 今天的我過得很充實 而且很正面 因為我去運動了 大家晚安 希望明天 你們也能夠跟我一起動起來喔